如果不干预,自然下跌目标回到哪里,1011,收盘最后三分钟,勉强把倩股跌停数据,修改,到979加跌停,2360加跌幅大于7%,红爬加数72加,下跌放量,库值已有1700亿,上午是进2000加跌幅大于7%,早爬技术上第一波低看还算行是可以的, 但是到10点半后,库值破了2638点,市场情绪就崩溃了,午后有过两次5分钟级别的向反抽,第一次只维持了15分钟,是对于2600点的反抽,第二次是尾盘15分钟的北上资金偷袭,收复一下2568点,明天不破的话,才能在2592点继续反抽, 转到15分钟级别,这种写盘也是蛮无聊的,如果假设,没人主动行干预管理A股市场,纯技术A股护质大倦会跌向哪里? 这个在8月份曾经做过一个大致纯技术研判,就是年K线级别的20年均线,今年在2428点,分别对标的是998点,1664点,1840级有点当时的点位,现在管理层蛮难抉择的,不干预,信心短期会不来。 干预的话,我们对MSCI有过承诺,不再干预,否则人家不来了,很憋屈,板块上,似乎只有穿脏铁路概念,和几个油漆腰谷, 介绍次新开版这样几个,芯片古早盘想护盘,但是短暂卖出唯一打版古炸版后失败的,今后如果芯片起来,这两只还可以稍微关注一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